我們來關心一下3Q哥 陳柏惟的分手事件 分手激進轉戰台中 他的團隊 我們來看這張LINE的截圖 在6月30號的時候 陳柏惟他這邊有提到 他說退出了激進黨主席 我真的好累 好累 他提到說感謝師傅的栽培 對於過去所有的事情 我想跟你們說一聲 對不起 謝謝 祝福激進 祝福你 對於這個部分 他提出了要跟激進黨 做一個分手之後 黃耀明也提到了 陳柏惟在本土的陣營的光環 已經超越了台灣激進了 他在政壇可搶手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當然搶手 我們看到另外一邊 在7月1號 6月30才剛提完分手 7月1號就獲得了 激進蔡其昌團隊 操盤或發言人入海接空 可以得宜 這句話是說 蔡其昌的團隊當中 馬上就請陳柏惟來 他也提到說 不論是發言人 還是陸軍海軍的部分的選戰 陳柏惟 3Q哥都可以升任 目前他的職位是什麼 還不清楚 但是他絕對是一個重要的要角 所以蔡其昌本身在7月1號 馬上就把陳柏惟納入進去了 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的網友是怎麼說 他說難道這個是台中的臨場佐嗎 下一步幫蔡其昌打盧秀宴 那五黨籍的綠測一加一 那其實沒當兵的 演藝圈背景都很像是 所以才被說為是台中臨場佐 才剛跟你說完分手 馬上這一個天就有人來接手 那這也讓人覺得 這一切是不是根本就是超嫌部署 答案留在你心裡面 或者是在留言區告訴我們 前立委陳柏惟在臉書上宣布 退出台灣激進黨蔡其昌 在昨天出席活動的時候 證實陳柏惟將加入團隊來幫忙 台中市議員羅庭惟就表示說 一點都不意外從清律變成入主大律 拋棄激進黨繼續賣芒果乾 但您來聽他們怎麼說 那他個人已經跟我表示過 無論哪一個位置他都可以接受 陳柏惟退出激進黨完全沒有意外 接下來他一定會加入民進黨 甚至是利用民進黨的資源 以及協助輔選這一次台中市蔡其昌 來加入所謂的清律營事 成為小律變成大律 之後加入新潮流大勢底地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他能夠擔任 蔡其昌的輔選團隊 幾乎是底定是發言人的一個狀況 但是內部也是暗潮洶湧 畢竟現在有陳士凱 作為主要的發言人之一 我想兩個人在所謂的 蔡其昌輔選團隊 也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愛恨糾結 相信對於他加入民進黨 以及蔡其昌輔選的團隊 我們給予祝福 但是也看到了就是所謂 拋棄了激進黨的同仁 最後小律正式入主大律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也希望蔡其昌 應該要好好想想 在這樣子的一個輔選團隊 所謂的多元組合 都還是一樣換湯不換藥 一系列的抗中寶台 都是老做法 老思維 甚至一直不斷的在販賣芒果館 亡果館 我們再看到另外一個是 時事評論員朱學和 在臉書上面PO出了一份標案 這個是周玉寇的放言傳媒 標到了屏東流行音樂館 先前規劃的計畫委託案 朱學和說離奇的是 原本的投標金額 跟底價金額只差了多少 你們自己看 10塊錢 這讓朱學和大戰 周玉寇根本就是龍婆 朱學和還提點了一下 最近的周玉寇 被周玉寇罵笨頭笨腦的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因為有可能是 陳吉仲把標案的對象給標錯了 才會被他讓這樣子罵 真是台北是龍婆 我覺得周玉寇也不要再開 怎麼放言 多累 你去算命好了 算命才有辦法算到 你的投標金額跟人數 對 因為他要規劃 就是這個所在位置怎麼樣 交通流量如何 停車場的規劃夠不夠 然後觀眾到底從哪裡來 周玉寇什麼時候有音樂專業的 他是有唱過什麼樣的歌 或者有做過什麼樣子的樂曲 是我遺漏了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放言什麼時候有這樣子的專業 前幾天我們不是有在 節目上講過什麼 他說吉仲 你不要覺得委屈 今天寇寇姐的努力跟哀嚎 就是為了讓你看到 標案怎麼可以漏掉寇寇姐 所以我在那邊簡單建議 你趕快給周玉寇一個什麼 香蕉你一個拔蠟的標案 然後讓他標了之後 他以後就可以幫著陳吉仲 去罵潘孟安 潘孟安就再給一個標案 然後周玉寇又幫忙潘孟安 去罵陳吉仲 然後兩邊就這樣子 變成一個湧動機循環 不斷你給錢 我給錢 然後周玉寇賺翻天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好的狀況 國家通訊委員會通過了 數位中介服務法的草案 除了納管了五大類的平台 包括了臉書 YouTube等等 也規劃了以25億元 成立財團法人維護 網路自由安全 這個網友就認為 NCC你花25億元 再養綠色的網軍 這個狀況你怎麼想 民眾又是怎麼認為 記者 游定剛就帶著你 一起到街頭之機 來聽聽這些街頭的朋友們 怎麼說 NCC把手伸到網路之外 還要花25億來成立專責機構 有網友質疑是在養綠色網軍嗎 民眾怎麼看 以前國民黨的時代 如果是同樣的方式做的話 我相信綠色的執政者 應該也會抨擊 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打亂社會 感覺 選舉就好好選舉 這樣養那個什麼攻擊來攻擊去 對啦 有政治目的啦 那是綠色當道嘛 他們有這些小動作也 也不會很奇怪啦 大家不是現在的都各說各話嗎 25億根本不夠他管的 可是25億也聽太多了 就是想要控制大家的講什麼話嗎 言論自由的時代應該要 讓網路的言論更加的 廣泛的去發揮 因為畢竟這個其實是 沒有觸犯到任何法律的問題嘛 就大家都可以說 那些部分就是言論的自由啊 你對於一些東西的看法 你無法勇於表示 我是真的網軍 那是應該要稍微節制一下 但是就是只要言論自由 是應該要尊重 放花25億元來成立這個專責機構 你覺得他目的性是什麼 那他25億要看他是怎麼花 他是建制一些什麼 制度啊或者是人員 或者是什麼樣 蔡政府是比較不能夠批評的 你有意見可以拍桌可以說 但其實是 你有意見但是你不能講 要這麼多錢來成立像這樣的 規定的話 我覺得是有點浪費工糖 有人認為說 他是專門為中間來端勝 就是條款這部分你怎麼看 冬天我剛才是認為有點太針對 你要去適當去管其他的媒體 讓大家可以幸福嘛 對 所以我覺得是有一點 針對性 肯定都是有針對性的吧 像什麼民視啊 一些他們自己綠色的那個電台 電視台 他們也應該要管一管 又不是只有中間會這樣子 針對NCC規劃25億元 來成立專責機構 我們剛做訪問 有民眾認為太誇張了吧 綠色媒體也該管一管 你們想的不同意見或是想法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 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